他執,又執,再執 這個名符其實的執業藝術家Anko 說他每天放飯都要來這條街走一轉 才可以滿足到他自己執業的慾望 哇,用樹葉來創作? 那不就要摘很多樹葉了? Anko說他自己不會摘,只會執 因為他創作的初衷是為了保留落葉生命的痕跡 我做這個作品,樹葉畫的初衷 就是想將這些樹葉塞進了他的生命 但是將他的生命的痕跡留下來 但是如果我剝奪了他的生命 再去做一件作品,我就覺得趕不過去 亦都不是我想做的作品那種原意 但是有時候大家都會知道 一棵好的植物,其實花籠他們會修剪 所以都是有可能他們會修剪完的樹葉 那些是新鮮樹葉,我都會很希望收集 小時候做作品的時候 我曾經畫過一幅油畫 後面就寫著 我就說,我覺得大自然其實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藝人 然後我今天又會想起當初這番說話 我覺得我自己沒有變 而更加開心的是原來我現在用這些樹葉 其實就是這位這麼偉大的藝人 他其中一個系列的作品 所以才會令到我每一塊樹葉細心去研究 我有時會覺得他們的精緻度 和顏色的變化 都是令到我覺得很震懾我 我很想將樹葉的生命的痕跡 在畫面上去重現 除了它有它的原始 還有它是一個有機的材料去做作品 也同時要注入了我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和故事 外形好像一把黃色遮的銀行劫 是Anko的自愛 它甚至連英文名Anko都是取子銀行樹 它說外國有很多很漂亮的銀行樹 相反香港的銀行樹就比較少 而且受保護 雖然是這樣 Anko都沒有放棄過在香港尋找銀行樹的機會 有一次我叫媽媽去大埔吵架的公園 要走一段斜路 都覺得對不起媽媽 因為我們去到時才發現 今次都是有圍欄 但是圍欄是下面好像有一個洞 還是怎樣 我和媽媽是要趴在地上 然後在那裡捏人家的樹要 真的很深刻 因為我媽媽說她整個星期都是腰酸陪酮 一開始我都會和大家 都有一個想法 就是做了一件好的作品 自己滿意的 很想可以永遠都看到 那時候曾經做完第一批作品 看到她慢慢變 因為很有趣的 有時候有部分的樹葉 它變化會變得很漂亮 越來越有它的韻味 但有一點的而且確 它會脆弱 甚至是會腐爛 會變成碎片 那時候我看到我是會不開心 然後都會在想我用什麼方法 可以保持久一點 但是做多了一些作品之後 我反而對這件事 我的看法已經放開了 我是會覺得 好像一個人的人生 好像有壽命 那你就會更加珍惜 在她仍然燦爛的那幾年 可以令她多些人可以欣賞到 或者令自己記住這件作品 不要讓她腐爛之前 自己就忘記了她